千othes Hold International 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黃志賢。葉問 這個週末你上街了嗎? 你上街你是挺韓還是罷韓 你是拿棋子還是不拿棋子 你拿得是哪一國的棋子 你是台灣隊 還是香港隊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在看礼拜六的时候 上街的人呈现出来什么意义 除了人数 人数当然很重要 因为家庭嘛 当然就是 就是要比出那个气势 那气势出来了吗 到底谁赢了 为了要选赢 当今啊 今上真是 无所不用其极 什么样下流的说法 都做得出来 反渗透法 反正践踏人权 然后打压言论自由 这些事情 这算什么 今上他的权力比较重要 他能够连任 才是一切的重点 连任之后呢 鸡犬升天 大家自己人 全部都有位置坐 吃好的喝好的 用好的穿好的 这才是重点 懂了吗 那国家大义 民族大事 干他什么事 更何况他还觉得 他不是中国人呢 但对中国人来讲 香港回归20年 澳门也回归20年了 那么一国两制 到底有没有市场呢 到底是不是一条正确的路 而如果不要一国两制 而又势必要统一 那也行 一国一制 这样子比较干脆 好不好 今天关闭去打拳的 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 庄奇鸣 大家好 为了选举 为了选赢 蔡英文什么都拼了 自愿报名 去跟一个在网路上撩妹 以撩妹小小有一点小名气的 叫做撩妹王 波特王 自己送上门去让他撩 这个就是上礼拜 他们大家很洋洋得意的撩妹书 来 高雄人吧 你不跟海在一起 你跟什么在一起吗 嗯 跟你在一起 这就是你的影片里面 讲的那一些吗 我看过你的影片了 谢谢东方 虽然讲 你跟中文讲 对吧 你们都是高雄人吗 台海人 台海人 我是你的人 台海人 不是我来了 老师说出我 这是鸡肉 那你知道您是什么肉吗 对 这个有 你自我人的新头肉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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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把你当成偶像 我把你当成 我的结婚对象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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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有一点 总好我觉得你 如果再继续跟我相处一阵子的话 你可能会变坏人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想把你重坏 喔 喔 喔 哎呀 请问你在我们的照片里面 没有没有 你们是用脑袋的吗 有 有 你们是用脑袋的吗 有有 有不过都装你 有不过都装你 喔 喔 結果 结果我们播出来以后 其实大陆网友都吐槽了 这个 这什么啊 这不是我们大陆已经 早就不流行的土味情话吗 你要多少 我演给你看多少 马上 来 演给我们看 波特王是吧 土味情话是吧 难道不知道这是我们大陆人完剩下的吗 我的天 该不过真的有人相信这样能撩到没吧 我真的要笑死了 接下来 土味情话事件 开始 不要抱怨 抱我 最近又有一言说我喜欢你 我要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我是九 你是三 除了你 还是你 你知道你和天上的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星星在天上 而你在我心上 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而你是我的宝贝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六点 不 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我想买块地 什么地 死心塌地 你累不累啊 不累 可是你都在我心里跑了一整天了呢 你是哪里人 我是湖南人 嗯 不对 你是我的心上人 我结婚你一定要来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新娘会很尴尬的 哎呀我今天好心塞啊 为什么 因为我的心都被你填满了 好了 以上这些呢 只是大陆土味情话的冰山一小 我想表达的是 这些真的只能当笑话听一听 如果你真的这么撩背的话 后果一定很凄凉 所以为了选举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自己送上门去被人家撩 而波特王他所说的话 其实如果放在职场 放在公共场合 如果那个女生 并不喜欢听这种话的话 那个是货真价实的 这个违反性骚扰防治法 完全是有罪的 然后这个周末 先是要罢韩 然后韩国瑜不服气 他也要办一个挺韩大游行 罢韩的在这里 这个很大的旗子 他们的主轴是要光复高雄 那这个看来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叫做保卫台湾 当然是绿色 然后人数在这 但你要注意 其实下面是不会有人 两边有人 挺韩的在这里 就满 满 这边也有旗子 也有旗子 人民有钱 台湾安全 也有旗子 很多人但一般人 不管讲 主办单位自己说 破五十万人 然后挺韩的说 破三十五万人 一般来看 大家都会同意 好像这边的人 多一些气势 已经出来了 韩国瑜说 当上总统他五个保证 建立清廉政府实践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的目标 适才适所 未来如果当上总统 会恢复特征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时特征组的目的 就是要抓大官虎 因为你大官大人物 一般小小的检察官 他没有那样的资源 也没有那样的底气 敢去对付 所以成立特征组 就是对付那些 站在上面的那些人的 但是 现在被民进党 把他拿掉了 没有特征组了 所以他要恢复 那罢韩的人 We care 他说罢韩 他说我们将 12月26日 会向中选会递送 第一阶段高雄人 联署罢免提议书 三万份 正式进入罢免的程序 然后呢 陈局说高雄微笑的样子 真的好美 就是这个意思 蔡英文说 两场游行都顺利结束 尽管诉求不同 这是一堂珍贵的民主课 讲得很恶心 因为台湾人上街 这个才是正常的样子 那为什么民进党 为什么蔡英文要去挺香港 挺香港用暴力去反政府 可是这个游行 也让我们看到一些 让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这是 这个举的旗子是赵天林 赵天林是民进党立委 这个是罢韩的 他举的是美国国旗 然后呢 罢韩的诉求是光复高雄 你知道民进党跟台独 对光复这两个字 是非常敏感感冒痛恨的 我们的教科书里面 不准出现台湾光复四个字 可是他们现在要光复高雄 显然他借的梗是香港反送中的梗 香港竟然也有香港队 看到这些人他们又蒙面 真的还蛮恶心的 来 傅民主长 你们现在韩国瑜的声势感觉起来了 民调好像也很不错 从昨天有一位以前日本的駐台代表 在他们的外交活动里面 就特别提到说 蔡英文跟韩国瑜的差距 已经到了5% 这个比所有的民调差距还得小 事实上我们也有做类似的一个访查 我们认为双方的票数 已经拉近了 到了差不多40万张选票左右 所以韩国瑜还是有 后来居上的一个机会 而且是机会越来越大 其中有几个值外的关键 第一个关键 当然是杨慧如事件 第二个关键是中部地区里面的空气污染 这两个事件 对着整个韩国瑜的选情帮助 算是最大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 告诉你观众 杨慧如为什么 会是一个转折点 杨慧如是让很多很多的 中间选民认知到说 蔡英文政府竟然用纳税人的钱 去养一个杀手网军 然后这个杀手网军 竟然是干预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一点在中间选民 几乎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从杨慧如事件发生以后 虽然有些国民党打这个牌 有点失误的状况 可是他在网路上批判 杨慧如事件的声让 而且不相信杨慧如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不相信杨慧如跟蔡英文没有关系 他的声让始终是居高不下 超过了什么民进党想要什么 下架吴思怀等等 还有什么把谁抹红 已经那个声让差距实在太大了 大概三倍多 而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对国民党选情 是有正面的加温的作用 再来这个空污 空污的问题 最近因为民进党政府 大概担心缺电问题严重 那竟然下了一道通知 让台中火力发电厂 可以扩大它的污染的一个空间 一个污染的限制放宽了 可以加大火力 拼命收 台中市长卢秀恩就站出来坚决的反对 然后这个市长不只台中县市的问题 它影响到了南投影响到彰化影响到苗栗 所以等于一圈好几个地方受到影响 所以那个地方可以明显看出来 在那个地方韩国瑜本来是落后很多的 那个地方竟然快速的赶上来 所以这个两个影响很大 一个是影响网络世界 影响中间选民 一个是影响地区性的选民 因为这个谁要负责任 中部地区的选民 当然觉得你蔡英文要负责任 怎么会是被负责任 所以这是跟蔡英文直接有关系的 所以让韩国瑜跟他的差距就快速缩小 所以韩国瑜是有机会赢的 像前一段时间 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好朋友 神父熊人夸大 什么差距250万票 不可能的事情 他后来说好像说300万票了 他后来 神父熊每次都估错 他曾经估错 其实少过地 所以他的负责力也有限 他估错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高官的民调也好 或者很多评估也好 其实都失准了 然后这个叫招田干夫是不是 对 早田干夫 前日本驻台代表 早田干夫 因为对台湾的选举的评估 日本不可否认 是我们周边地区里面 向来评估最准的 我们不能否认 因为他们在台湾的脉络也广 台湾的接触点也比其他地区来得多 这个台湾虽然跟中国大陆这些人交往非常频繁 但中国当在台湾的可以深入的民间的据点 还是没有日本人来得多 很少 而且都被防范 紧密的防范 可是日本 美国也一样 美国基本上是控制军队比较严谨 军中美国人控制力很强 那除此之外 这个美国人在台湾的社会 尤其草坑社会里面 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也不如日本人很多 因为日本他透过长期的经商关系 他相当程度深入到了本省的社会的基层 对 所以他们的观察点 基本上是比其他过去的很多地区或的政府 他们在估算台湾的选情 他们抓的是比别人来得准 包括2018年 他们也是抓得很准 所以非常厉害的是 因为昨天我看到这个报导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亮了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台湾生活的人都知道 全世界所有的任何外国 我不讲大陆 大陆另外讲 就是所有的外国里面 最精准了解台湾 那个手伸到台湾里面 绝对是日本 第一 他统治过台湾 所以台湾的很多的资料 他有第一手的在这里 第二个 台湾现在还有一部分的老一代的人 还是可以讲几句日文的 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台湾跟日本的贸易往来的 那个贫密 然后日本的各大商社 大家都知道日本商社 他对于一个地区 一个社会的了解 是非常绵密透彻的 然后对于情报的搜集 他做生意他要收集情报 然后他的商社跟他的政治 跟他的国家政府 之间的情报交流 又是完全畅通无阻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 另外呢就是日本 要在台湾日本任何一个公司 或任何一个基金会 任何一个研究的 要在台湾要设立一个办事处 是没有任何阻碍的 好那我现在讲过来说大陆 大陆为什么要研究台湾 非常困难 因为台湾的 这个不管民进党台独 或甚至国民党 对于大陆派驻在台湾的任何机构 公司组织都非常害怕 然后很多都是被严厉监控的 大陆人开一个公司 在这里设立一个办事处或什么 都会很紧张啦 你根本不太有机会 这是像日本人 跟台湾的社会紧密连结这样 那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去年九合一选举以后 交流协会回报一份分析报告给东京 这就是情报啦 那如果国台办敢敢办一个办事处在台湾 然后回报一份分析资料完了 那就是共谍啦 可是日本可以公然做日谍都没问题 一个分析报告给东京 分析中认为2020年1月 台湾的总统跟立委选举 民进党胜选的可能性非常低 国民党的支持回复了新时代即将来临 那今年一个变数 习近平对台谈话 一国两制这些事情 他说搞不懂习近平为何再提一国两制的事 结果支持率掉到快两成以下的蔡英文 支持率突然暴增一成 6月香港反送中示威 蔡英文的支持度继续成长到四成以上 这两个都是习近平送的礼物 这讲的有点不公道 因为香港反送中不是习近平送的礼物 是美国跟蔡英文跟台独去运作出来的 然后习近平讲一国两制跟台湾所造成的结果 他还有非常复杂的原因 好 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现在来到45%或将近五成 领先韩国于20%左右 选举进入最后时期 最后投票结果差距可能在5%之内 然后他说蔡英文是有能力坚韧而且非常干净的政治人物 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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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昌乱怎么回事 好好随便你 你要怎么讲都可以 然后 但可惜他缺乏犹如教主般的感召力 缺乏号召煽动民众跟他在一起走的能力 而韩国于对于政策制定或蔡英文所拥有的行政能力几乎是零 但韩国于给人的感觉是很随和 身段低谦虚 虽然会迟到 但讲话幽默 一下子能吸引很多人围绕身边 这种能力不能小觑 所以教授 您怎么看他们现在两个 那个选举评估啊 马鑫九第一次遇到蔡英文选的时候 那次选举选前两天 我们有个节目啊 就是把我们这些拧嘴啊 连续两天嘛 然后有不同人来 预测谁会赢 然后也赢几票 开票那天 把那十二封信 我们先把谁赢嘛 赢几票写下来 然后密封 密封 开票那天打开来 我第一名 最接近 最接近 去年的那个县市场选举 我在那个节目 我估计也是最接近啊 对 那因为选举有一定的脉络 所以刚刚其实咨询刚刚有 有问我说 韩国有没有机会逆转胜 我说有机会啊 因为韩国一从 我评估他可能最多输 快有两百万票 最多的时候 最差距的 后来慢慢慢慢 他最谷底的时候 我这样慢慢看真的 杨慧罗事件 有很大的影响 他除了像 那像刚刚讲的说 这个网民 觉得说他是假之外 另外一个是 台湾人 对人民很重视 苏启成 对 一条命 一条命 而且他是一个很专业 很好的优秀的外交官 然后再来就是民进党的态度 还一直在怎么样 转营销点个凹 转营销点 这样子人家会觉得说 你完全在 在上岸的人用你道个歉也起来好 不但没有道歉 还把责任还推给他 还一直凹 这都会发酵 那再像杨慧罗他自己本身 一个一般的人可以领到 到目前为止知道是 然后他快一亿的预算 超过 超过对不对 因为不同的案子 对 那你想想看 而且这些案子 跟他根本就专长 跟根本就无关 假如说之前你去 拿这个中医的案子 那大家还讲得过去 对不对 我知道你不会拿案子 对对对 他呢 他拿了案子 运动了什么的 塞斯的跟他一点关系 都没有的案子 所以人家更会觉得说 那这些完全就是为了 给你经费去养 网军 然后来伤害人 伤害人还出了人命 你民进党的态度 还是怎么样 完全在推脱啦 所以这些加起来 再来是空污 真的是 我才从台中回来 台中太熟了 中部空气污染 没有分党派 大家都有 同样一管鼻子都吸进去 对啊 国民党只要再打一个广告 你要让我们的下一代 活在这样的成长空间 然后配上那个雾霾的照片 对我们下一代怎么办 对不对 像这些都会深深的影响 台中以前本来是真的是 天气本来就好 比台北好 对啊 然后很干净 就让人家觉得是一个 台北人退休想 很多人是想搬到台中去住的 就现在不是买了房子 现在是逃回台北 我知道我的朋友就这样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蔡英文的那个诚信 因为诚信也会影响人家 投票要不要投给他 他的论文出来以后 假论文的事情出来以后 重点 对 论文喔 蔡英文的论文门喔 他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在里面 我在网络上有一段 一上来 没错有几十万人看 代表很多人有兴趣 再加上他前一阵子就说 台资在台商在大陆 会回来七千亿 有没有 又被拆穿了 当然八十亿的官员说零 七千亿到零 这个恍惚的感觉 人家感觉说 蔡英文你根本就是一个 八十步哪里知道吗 那论文们 老师您觉得他的论文是真的吗 他真的有 我在那一集讲得很清楚 人家说 你有没有拿到这个学分 他跟我说我有考卷 有考卷跟学分是没有关系的 有考卷不见得有通过 有论文 蔡英文强道是说他有论文 有论文 你的论文的分数呢 我们打硕士论文是三个口识委员 要打分数 七十分以下是不能过关的 那你的博士论文的口识委员在哪里 分数在哪里 这个都很清楚了 不是有论文就 就是拿到学位 现在正常在台湾的图书馆里面的那本论文 竟然是前一阵子 他从家里翻出来的 你在家里翻出来的文稿 不像博士论文 这不是常识吗 然后他把他的博士论文竟然是 是变成是机密到什么六十年以后才能够解密 全世界有哪一个人写博士论文会 恨不得全世界每个人都读你的 就说诶 证元修论文 这是我的博士论文 赶快读啊 逼每个人读 还要逼每个人引用啊 而且民主进步党 让我最不能接受的是 当国民党的国防部长被揭露说 他的论文涉及抄袭 立马下台 立马七天就下台 全中央最短的国防部长 那你的总统为什么要下台 因为一个部长位高权重 如果他诚信有问题的话 这样要下台 这是政务的风范 你一个总统 你的总统的位置 比部长又高那么多 所以在其他的国家 如果总统说谎的话 早就被怎么样 要求下台了 现在川普不是被弹劾吗 结果人家质疑你 博士论文有问题 这是你自己学术上的 基本的学术生命名誉 就你拿出来以前的论文 我的学生毕业了 博士五十几个 硕士两百多个 他们要毕业一定要有论文 对不对 但是有论文的 包括口试完了以后 没有过了一堆 所以为什么 口试没过啊 还有的是连口试 都拿不出来的 我看蔡英文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口试 有论文 很多学生要 要口试前 要准备论文 论文你要让我看 我觉得可以才让你口试 口试还不见得会过 你论文不一定写得完 你论文写完以后 你的指导教授 不见得认为说 你及格了可以去口试 像我们是经过博士论文 口试还要教授 觉得你的论文可以了 他才帮你组织一个论文 论博士的口试 而且教授可以 不见得其他委员可以 然后你口试还不一定过关 过关以后 你还要修改 修改还要满意 你过关了可以 而且怎么会说你 你博士口试 你过关了以后 你的指导教授 蔡英文自己讲 说指导教授叫他Miss Tsai 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一定是立刻就 就叫他Dr. Tsai 当场就改口 这种是很敏感 当场就Dr. Tsai 恭喜你 一定是这样 怎么会叫Miss Tsai 没有人叫Miss Tsai的 他讲这句话就代表 对不对 其实教育部 大概都很清楚 为什么 教育部曾经有个很重要的官员 教育部的官员 他读大学 修博士 他的指导教授说OK 口试 就没过 因为有口试委员觉得说不行 所以不是指导教授说OK 就OK 那口试文要怎么抬购 都要打分数 所以不是有论文就好了 给我看一看 你 就是给全世界的人看看 你论文长什么样子 还有口试委员打几分 给我们看看 所以他现在不让人家看 放在 在英国 他的母校的那一本 还不是放在图书馆 是放在 妇女研究馆 他是当作说历史文献 妇女研究馆 然后你进去 然后你不能够拍照 你不能 等于说你不能够把整本拿出来 供全世界观赏 所以这一局还有得打 那选到现在这个样子 蔡英文如果说他不害怕 他如果真的非常的 非常笃定 他有没有必要打到这样子的招呢 什么招 反渗透法 以堂堂总统的身份 就出来喊 12月31日一定要过反渗透法 蔡英文说反渗透法 在12月31日一定要过 他下令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然后要知道现在在立法院里面 已经二读 马上要三读的这个版本 不是行政院拿出来的 代表台湾的公务员 就没有这样一关一关的 研究这个法案 然后往外送的 他是没有经过正常程序 竟然这么重要的打压人权的一个法案 竟然是民进党自己写一写 然后禁副二读 马上又来压抑台湾的人权 蔡英文说什么 他说在前一个政府执政时期 前一个政府执政时期 他连国民党你都不愿意讲 前一个政府执政时期 台湾几乎是门户洞开的状态 让中国全面渗透台湾社会 那北京就很糟糕了 北京把台湾渗透成这个样子 竟然在2016年 让蔡英文可以大获全胜 那应该让北京继续渗透台湾 蔡英文会永保执政啊 这表示北京渗透台湾不怎么样 他说台湾整体社会 对中国渗透很在意 也很见慎恐惧 因此反渗透法有其必要性 守护主权跟保护国家的四个认知 乐见两岸关系良性互动 但我从来没有紧缩过两岸的正常互动 但身为中华民国总统 不能拿主权交换短期经济利益 不能交换经济发展或外交空间 都不能够拿主权交换 李秀莲说蔡英文掌权 你竟然直接下令要求立法院 给我做什么做什么 但总统可以指挥国会吗 如今连总统都不遵守宪法 蔡总统你要是民调那么高 你在急什么 应该把法律留到下一届的立法院 再做审理 台籍的博士生说 你这个本职就是延续中共代理员法 只要在大陆发展或多或少 都会跟大陆的官方有接触 蔡政府如今推出这个法案 对所有在大陆的台湾人来讲 无非就是一个隐性的威胁 那台商说了 林伯峰说 渗透来源是境外敌对势力的 政府所属的组织 机构或其派遣之人 但是大陆有纯粹的民间组织机构吗 那你大陆按照这个条例 其实全世界的所有的 有大陆的身份证的人 都可以套进去了 所以你只要认识的 任何一个台湾人 即使你没有离开台湾 你在台湾 你只要搞不好一个大陆人 到你开了面店去吃一碗面 那也叫做资助你吧 然后赖正义 赖正义在大陆开了很多酒店 很多饭店 很多民党操作恐共议题是选举策略 但已经在企业界引爆恐慌效应 两岸交流势必停摆很长时间 大家都很害怕吧 大家都害怕 蔡英文不害怕 蔡英文是刻意在操作这个议题 他想要把台湾牢牢 控制在他跟民进党的手上 其中 只是我会有这个法律 最主要根本是因为前段时间 发生了王立强间谍案 那不是他们自己演出来的 王立强间谍案 那么到了突然之间 变成无疾而终了 没有在讲了 没有在谈 现在整个王立强案件 他已经被拆穿 他是个假公杰 没有错 完全是假的 然后只是可怜的一对倒霉的夫妻 叫做向欣 本来他们又快快乐乐 在台湾吃喝玩乐 医美啊干嘛弄完以后 然后买房子 结果要回香港的那一天晚上 王立强事件爆发之后 他还在台湾留了两天 他也没有急急忙忙走 他很轻松自在 然后突然现在被限制出境 因为他们在搞这种恐怖策略 基本上需要一些替死鬼 那有的王立强开了以后 就抓个向欣 那接下来又抓了很多 那个观光导游界里面 帮大陆办一些所谓商务团的人 旅游团的人 所以他不断的想要 把这个圈子收紧 即使只有一个目的 他要制造一个恐慌的氛围 然后这个恐慌困 好像说台湾的这个政府 这个岌岌可危 台湾的什么自由的民主 岌岌可危 所以必须要对很多进行 很严密的管制 那用这种恐怖的行为里面 来告诉很多选民说 你就支持我吧 你支持我才不要 我不要这个恐怖 他基本上是玩了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所以有没有机会成功 本来看起来是有机会成功 但是以目前看的话 机会越来越渺茫 因为这个大陆上的台商也好 台干台商人很多嘛 他们就把这个反弹的情绪 传回来到岛内 所以岛内的司机们 对这个反弹的情绪 开始在压过于他们想要 他释放的这种恐慌的这种烟雾弹 所以他可能会得不偿失 但是他觉得走到这个地方 他有点担心 就是说蔡英文担心什么东西啊 他前段时间 中共代理人法没有过 那一直都被一些什么 小绿重炮批评 独派 所以他这个东西一方面 拿来制造恐慌气氛 一方面希望说压制独派 因为很多独派什么喜乐导 都在争取选票嘛 他担心那个不分级的选票 被他们抢狗太多了 或者说有些地方 有独派人派区域候选人的话 可能会抢狗太多的选票 让这个他们的区域候选人落选 所以纯粹都为了选举在考量 那这个选举的考量到法律上 当然定的不可能很周延 那像上次在一个 所谓的副总统的一个 证件发表或辩论会里面 那个清兵党的候选人余湘 一个男人贏两个男人 谈这么一个高党式的问题 他表态说他坚决反对 这个反胜动法 表示他们亲民党 也闻到了这样的气氛 所以这个整个看起来的话 这个反胜动法 有点的引不下去 但是他硬要演 硬要演他可能 如果蔡英文 蔡英文如果输掉这次选举 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反胜动法 他会在台湾社会引爆 怎么样一种反弹的情绪 台湾人是这样怎么样走过来 你这样反胜动法 因为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 把里面的条文拿出来给大家看 就是说你定义境外敌对势力 境外敌对的势力的政府 或者是团体 它所属的组织 机构或派检制 那我请问你 大陆的东方航空公司算不算 他有官府吧 他还有国行 然后呢 呃 央视 那去上过央视的人 全部都是符合反胜动法 好 然后 你办旅行社 你真的 你接待大陆的官方代表团 或商务团 大陆很多公司 大陆的也有一个中石化公司 那也是他们也是大陆政府的一个公司 那也符合啊 所以你每一个人都兜的上去哦 那要在大陆上班的 在大陆做生意 在大陆念书的台湾人 你一定得跟官方有往来 你一定 搞不好 你现在台胜有反贪 我要是校方颁给我一个奖学金 怎么办 一千不要多 一千块钱人民币 都是支柱啊 那是支柱啊 给我奖学金我怎么办 我功课好 我拿奖学金不行吗 好那怎么办 或者说学校让他去公读 去图软公读 怎么办 那也是支柱啊 那所有这些事情怎么办 马鑫九当然他公开站出来反对 宋楚瑜也站出来反对 说这样立法会让人家担心 会给台商戴帽子 既然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随便把政府的微信搞坏 柯文哲也直接站出来反对 长三角地区就有七十万台商 会内心不安 这个法令模糊不清 除非讲清楚怎么做 不然大家会疑虑 要公开透明 不然会有反效果 教授 这个法令我完全赞成 蔡熊讲的 他以为是剪刀枪啊 是剪刀手榴弹 他会炸到自己 他里面有很多事情会慢慢慢慢 让本来他 这是根本是戒严法 对 他本来的目标是因为以前 上次因为 中共代理人法反弹很大 那之前呢 是因为他讲到两次枪嘛 一次说习近平讲的九二共治 一国两次嘛 第二次呢是反送中嘛 那他都发觉到说 先恐慌 恐慌 再恐慌 再反送 再来就支持民进党 就支持他 所以他民调就起来嘛 那现在他想说 那我现在民调虽然赢 但是也 如果能够再赢更多更好嘛 他要操作同样的方式嘛 用 刚刚 蔡熊讲的 抓一些人 当忌品 制造这个氛围 让你恐慌嘛 再来恐共嘛 再来又反中嘛 要支持他 要操作各种模式 所以上面他讲的说 台籍的博士说是隐性威胁 不是隐性威胁 已经是险性威胁了 所以他才会 下面那个企业界才会讲说 引爆恐慌效应 对 各位 这个时候 对国民党来讲 我觉得韩国瑜讲得非常好 他说 要成立特征组 装抓特权的人 对 这个反送通法就是 以前 国民党的警总被废掉了 这反送通法 一旦通过的话 政府里面很多机构 就自然变成警总 不是只有一个警总 是到处都是警总 到处都是警总 然后每个人心目中 都有一个警总 哎呀我做这个事情 会不会反送通法 把我变成目标 每个人都会害怕 所以你要恢复特征组 我相信大家怕不怕 你要恢复警总 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配糖配糖 而且台湾的言论自由 包括民进党 你这样做的对得起 郑南龙嘛 郑南龙是为了言论自由 对不对 那也成为台湾民主的标杆之一 也成为民进党心中的偶像 结果你现在做的方法 比我上次讲过了 刑网100条 那时候我们去推的时候 被警察抬对不对 那时候我也穿 这个刑网100条的衣服来这里 那时候在追求 言论自由的过程里面 是多少人的牺牲啊 那有了言论自由了 结果你又把反送通法 这个拉回来 比刑网100条还厉害 刑网100条至少 他还要法院里面去审 对 这个是恢复警总 恢复那么多警总 如果国民党在整个选举的后 从这样做更多的论述的话 大家感受得到啊 而且真的 民进党完全违法乱据啊 包括如果 我为什么一直说 我看不起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 就是永远双重标准 马英九如果在 国民党习事那么多的时候 以总统的身份 下令某个法案 什么时候要通过 一定被民进党骂说 你破坏宪政体制 对不对 结果现在 蔡英文完全破坏宪政体制 他干了多少破坏宪政体制的事情 所以说这又是双重标准啊 这件 考试院也被他已经快要废了 废掉了对 对 然后他在对于监察院 对于大法官会议 然后公投罚 公投过的东西他不执行耶 就是蔡英文他想怎样就怎样 对他就完全无法乱计嘛 对 可是他要继续前两次捡到枪的 那个动作再做这一次的话 我觉得刚好他害自己 因为大家本来就有点 觉得怪怪的 怪怪的 到后来发现说 不对哦 你这样做完全在怎么样 为了你自己政党的利益 为了你想继续执政 制造恐慌 但到最后伤害的是谁 伤害的是台湾人民啊 言论自由没有了 生活的 基本上生活上 生活上保障的 基本的言论自由 基本的我的 思想自由 思想自由 还有我的生活的自由 我本来去大陆 去演讲没有问题啊 现在一去演讲 人家给你演讲费用 那他是不是指数 好 渗透 对 而且各行各行都可能 那个叫渗透来源 你叫做被渗透 这个比行为100条还恐怖了 就只要 教授 只要大陆 邀请你去 比如说去演讲 未来学 这是您的专长 然后 邀请你去演讲 一定是来回机票 对 时速 然后再来 演讲完后 给您速修吧 对 完了 就是 魏斐张目 就是 被渗透的渗透 所以国民党 傅兵主长 你要国民党 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反渗透法 国民党是怎么看的 因为 显然到现在看起来 国民党的动作没有非常的大 就是一般的国民党的立委 然后 那一天 民进党在退的时候 国民党的立委 是全部离开的嘛 也没有很激烈的动作 那 杨慧如的事件 已经让在网络上面爆发了 已经让很多网民 感觉到说 原来民进党 是这样子在操作民意 然后所谓操作话语权的 可是我也观察到 事实上 每天晚上的政论节目也好 其实你会看到 丢出议题的是绿营在控制的 所以我们看到重要的议题 他们晚上不讨论 他们讨论的是说 哎呀 那个谁呀 的手被夹住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 然后所以这样 这些议题没有讨论 杨慧如事件也没有讨论 他就是直接把你 把你转移掉 那你国民党怎么样突破 他们的封锁 表面上看 好像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能够影响舆论 这个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太过自我夸大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看到那个民事 对民进党不利的一些 重大的新闻 不管是杨慧如什么 都不太谈 民事三立 还有好几个好几个假装中立 但其实很绿的点的台 都是这样子的 可是他们谈不谈 事实上对他们的收视力的增长 变动幅度并不大 就表示说他们的扩张力是有限的 那对于这整个选票的流动 我不认为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当然有一段时间里面 他打韩国瑜的一些私人的事情 对韩国瑜是有很多伤到 是有伤 因为韩国瑜那边的 对这个事情的处理 没有处理的很理想 那再加上台湾老百姓 对政治人物的财务问题 财产问题 一向是动见观瞻 所以那个地方 对韩国瑜来讲 算是失分的 对 但对其他的 老百姓觉得很气的 不管杨慧如事件也好 空屋事件也好 你政策节目不谈又怎么样 我每天在呼吸空气啊 我每天会生气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 不要去管政策节目谈什么 或者他们绿色媒体要谈什么 抱不抱可以引导事情 不会因为不谈 不会因为不谈的影响 那对我们反胜透发 我们的战略是这样子 这个时候 不必在立法院里面 跟他做不必要的一个争执 那我们要令起这个聚焦的话题 来反映这个问题比较实际 讲得非常有学 不学习跟学问 要在上面去跟他打一个 老百姓觉得说 你国民党又乱整个团 我也不否认 我们现在国民党立院党团 战力是很弱的 战力很弱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屈立委正选择头脑脑 他也没有什么心思 去了解立法院的运作 第二个 我们不分屈立委 只有一个被留任 其他的都已经要毕业了 且假归田 所以他们的这个 无心恋战 无心恋战 我补充一句 柯文哲 跟宋楚瑜 都是高明年度的政治 没错 政治嗅觉 他们为什么要对 反胜透发这样讲 代表说讲这个 对他们的 有帮助 是有帮助 所以国民党这时候应该 我说过 你讲说警总都回来了 到处都是警总 这个人民听得进去 对啊 国民党应该努力的打 反胜透发 可是重点在于说 因为一般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 他只要不是台商 不是台生的话 他不懂这中间有什么麻烦 所以国民党要做一个很好的翻译 要把那种恐惧 大野狼的恐惧 传达给老百姓 打这种话题 我们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是 不适宜在这个法律层次 或司法层次来打 就选战来讲 这个聚焦效应有限 什么叫聚焦效应呢 就是说 你谈这个话题 但是透过新闻媒体传播也好 各方传播到老百姓 大多数老百姓脑袋里面是什么印象 这个叫做聚焦效应 那如果说到时候不能够聚焦 又很容易被模糊掉的话 那种打法不是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们大概下个礼拜 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战法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 邦民进党 民进党你等着瞧 你以为反顺透法可以让你 于取于求为所欲为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台湾人民这几十年日子白过了 别傻了 你可以搞这个东西吗 你可以把台湾带回去戒严的时候吗 说到处抓匪谍 然后你组个读书会 然后你不能够读毛语录 那时候台湾人读毛语录就抓起来啊 说到这样我应该去买一本毛语录 我都读给你参与文听听看怎么样 我本来不读的 被你这样一击就很想读你知道吗 这就是台湾人天生长一个反骨 你叫我不能干什么事情 我非得要干给你看不可 你不喜欢习近平是吧 来 咱们就播一段习近平给你行行脑子 澳门回归二十年 来鼓掌欢迎习近平 唉 我觉得就要蔡英文看到这一段 他可能气扑扑 就是要让你气扑扑 来 二十年前的今天 保经沧桑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 第一 开启了澳门历史新纪元 二十年来 二十年来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协力 开创了澳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局面 图写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华彩篇章 教授 我前一阵子我特别到澳门跟香港去走一下 然后香港是那个样子 可是澳门真的是一海就隔 坐渡轮就是差不多快一个小时 然后我去我从澳门再到香港去 是走港珠澳大桥 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 然后从香港再回到澳门的时候我是坐渡轮 然后香港就是你知道就是那样已经分裂成两个世界了 一个家庭或者是怎么样都可能是一个是支持北京的 一个是支持美国的 奇怪香港不是英国美国领土 可是一个是支持美国的 那可是澳门说 哎呀我说你们澳门为什么最近这么好 旅馆都涨价涨两倍 以前澳门你用很便宜的价钱可以住五星级饭店 住的很好吃的很好 现在都好贵 然后澳门人就很得意跟我讲说 哎呀我们是在赚示威的财 我本来还没听懂 我说示威 他说赚示威香港示威我们赚钱呢 香港示威我们发财 哦 原来是赚香港示威的财 因为不能去香港玩的人都跑到澳门去玩 所以一样是回归二十年 一样的一国两制 为什么澳门跟香港最后最终不一样 是 不是不能去香港玩的跑到澳门去 最主要是本来想去香港玩的人 不想去香港玩的人 我也是这样子啊 你让我觉得说它是一个落后地区 不文明的地区 可以随便往人身上颇油点火 对 这种地区你有什么好去的呢 我本来以前对香港人印象很好 就是房东东之后 我认为全世界也会有很多人 对香港印象变不好了 变不好你去干嘛呢 而且又有危险 对 那如果同样要去玩的话 那去澳门又有赌场 我去澳门也讲过 之前你知道澳门的大学毕业生 多少钱你知道 多少钱 新台币六万 台币六万起薪了 台湾不是22k吗 将近台湾三倍了 对 那我们再看新加坡 新加坡本来国民所在我们后面 新加坡现在大概六万 国民所得美金 这个就是计划经济 台湾经济起飞那段时间 就是蒋经国的十大建设计划 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有规划 然后不管怎么样 不管谁当行政院长 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方向对了 执行力对了 就OK了 你看我们现在的选举 市场上来了 把前任的又回掉 回掉都是我们的钱 都是我们纳税的钱 那回掉又另外再来换 就没有计划经济的概念 澳门就是计划经济 对不对 你本来很穷的地方 我怎么样去规划你的 可能有外来的愿景 新加坡也是计划经济 以前很穷 而且治安 澳门以前治安也不好 可是回归以后 它现在一国两制 反而它变成一个 跟香港的对照族 对不对 那副民主长 您对香港也研究很多 您怎么看澳门 这二十年来 澳门这二十年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为在回归中国之前 澳门的平均国民所得 是远低于香港 回归之后 不但是超前香港 实际上澳门现在也迎新加坡 真的 对澳门超前迎新加坡 对 难怪澳门的开taxi的司机 他嘴巴是这样子 对 而且澳门很成功一点 就是说 它跟香港不一样 香港几乎是一个 殖民主义加 加资本主义的一个 畸形的社会 它这个香港几乎没有 社会主义的元素 很少见 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里面 都有社会主义的元素 多少 比如说你香港没有 累进所得税 香港没有所谓的什么富豪税 通通没有 所谓的累进所得税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一年赚20万 那你可能只要交1%的税 那你如果一年赚200万 国家可能要抽你 不是抽1% 抽10%或抽20% 就赚的越多的人 你要贪越多钱 来贡献给赚的少的人 像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的国家 但是它很多社会主义的元素 它有富豪税 很重的土地税等等等等 然后它也有还算可以的社会福利 跟社会安全制度 还有什么保险等等 可是香港都没有 香港都没有 没有都没有 很奇怪的社会 全世界最赤裸裸血淫淫的资本主义 香港是用基尼指数来看 几乎是中东我不知道 就是远东国家日本韩国等等 香港的基尼指数是最高的 5.2不是5.2是几乎最高的 那个比台湾澳門都高很多 为什么它没有财富重分配的机制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区 那香港到目前为止 你别看到国民所得超过台湾 它有150万750万里面有150万是贫穷人口 五分之一的人是贫穷人口 高于五分之一 所以而且基本上台湾很多年轻人 在抱怨说我做一辈子 我买不起什么多贵的房子 问题台湾的特点是说 你买不起台北的房子 你怎么买得去桃源的房子 所以这个争论不大 对呀我也买不起台北市的房子 我可以买林口的房子 对就远一点 但香港它没有这种区隔 香港主要的地域就是香港本岛 那香港人买不起的 都掌控在大财团手上 尤其是英美财团手上 那九楼算是本地财团比较多 香港人买不起 大学生工作40年都买不起 而且买到的面积都非常的小 很窄 一家人可能住一个小套房 就一个岛屿的一个环境 新加坡它政府都有办法 腾出土地来盖 相当宽敞的 他们叫什么公屋 租屋 租屋来给一般老百姓租 而且你是只要你累积 你自己相对存钱 然后你是几乎一定买得到 香港是没有的 那我们再讲澳门 澳门也一样 澳门完全学新加坡的 它有个很强的财务重分配机制 所以澳门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 分量很重的 比如举个例子 那个赌场税很重很重 你不要以为 看那个赌场老板赚很多钱 赌场税 几乎各行各业里面 全世界那种营业所得税 最高的大概25% 很少超过25% 对25% 你赚100万要交给国家25万 很多啦 香港的赌场营业税 澳门是80% 赚100万要交给政府80万 那所以政府就有这很多钱 可以来做别的事情 所以在香港里面 他的澳门 假装澳门 澳门的大学生 对不起澳门听说不太爱念书 他念书全部不要钱 出国全部不要钱 看病也不要钱 买房子也政府补贴 然后政府要是赚了钱 每一年到了中国人的春节前面 政府公开发押税钱给老百姓 哇 我如果没有记错 去年好像每一个人 就是不管大人小孩 只要你活着 大人小孩大概就是一个人7万块 压税钱 哇 难怪 所以他的社会主义的财产 跟财务重分配很强 那为什么香港他做不到 因为香港他一开始 英国人都刻意把它设计成 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元素 这样一来的话 英国的财团在香港掌控的 特别知道 英国中环地区的房地层 全部是英美财团 全部英美财团 所以英美财团的控制 泰谷啦 就卖鸦片起家的 置地广场 都是卖鸦片起家的 置地广场 这些人怎么肯缴税给香港人 你要这样想嘛 所以英国在香港设计的整套 殖民150多年的制度 其实是要图立英国自己的制度 没有错 然后 英国自己本土里面 都有很多社会主义元素的制度 他香港都没有 他都不甘愿在香港 让香港人可以享受社会主义的服务 而且更重要一点 英国自己在他英国本土 搞那种所谓的教育制度 是尽量拉平贫富差距的教育制度 是啊 香港不是哦 他在香港的时候 为了培养统治香港的人才 所以他投大量的金钱 去培养什么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这几个所谓的G5五间大学 所以五间大学 占有香港的大学的教育经费 据说已经到了95% 其他的大学都很糟糕 所以一般人讲 香港除非你成绩非常优秀 不然你没有机会 进到这个5G大学里面的 叫G5的大学里面的 非常难考 很难考 只能念那个很烂的学校 所以一般的香港的人 都不太念大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 香港不只是频度差距大 连教育程度都频度差距很大 我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很特别的社会 对华人社会或者是对亚洲不只华人 连日本韩国来讲 其实一般来讲 人民的素质是一般是比较平均的 很少有像香港这样子贫富差距大 知识水准也差距很大 然后完全是分裂本来就是一个两个社会 可是回归中国20年之后 香港政府也几次力图改变 可是每次都被财团跟财团发动的 示威游行给打碎 比如说他们要盖公屋 要盖国宅 然后财团就会反对 然后财团就会组织很多人 组织上万人 几十万人上街头 反对香港政府盖更多国宅 政府不懂 没错 事实上香港政府手上 已经没有土地了 他剩下的土地 大概就是新界那边的土地 新界那边土地有一段时间 董建法上任的时候 就要拿来像新加坡一样 盖那种房子给老百姓住 那不是很好吗 香港的四大财团 我公开点名包括李嘉诚 他们就拿钱去资助很多 号称环保团体 环保团体就有正义性 懂了我懂了 出来说我们要保护 我们美好的环境 不可以随便 经过很复杂的程序 七搞八搞这个机构就没有了 结束了 林郑这一次也是要搞同样的事情 没有错 林郑是社会搞社会福利起家的官员 所以他当然很重视这一块 而且林郑是香港的贫穷人口起家的 他有相当的社会主义的理念跟思想 所以他大学才去念社工系跟社会系 所以他的基因里面 他血液流动的 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 所以他懂得香港人 穷困的人怎么活 他想要改变 所以这一次香港的反修例的 背后里面 除了美国势力以外 我怎么闻到财团的味道又来 第一个写反对这个所谓的送中条例 不是一般的香港人很有名 叫刘兰雄 刘兰雄不是每次都跟香港女明星搞在一起 很有钱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香港人 房地产商人 那为什么写反对呢 他的反对理由就是说 他在澳门有个案子 如果说可以要送到澳门去审判的话 那对他来讲说 我自己投案 所以他开始起来造反 然后他拿钱去支持各种奇奇怪怪的团体 所以他这个简直是这个水银泄地一样 拿钱去搞这个反送中运动 刘兰雄 李嘉诚 那还有苹果的老板 这几个都是心怀否测 然后都是从人民的苦难里面 得到自己的好处的 所以老百姓看清楚想清楚 不要变成别人徒利自己的工具 谢谢 澳门也回归20年了 等一下继续听听习近平 蔡英文你可以观察 不然的话你会受不了 后面还有更多习近平 谢谢 回归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 社会保持稳定和谐 多元文化交相辉映 回归前 治安不静的状况 得到迅速扭转 澳门成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政府和市民 不同界别 不同族群 保持密切沟通 社会各界 理性表达各种诉求 形成良好协调机制 中华文化传承光大 多元文化 亦彩分 亦归 情念 洪语 亦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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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归